近日有网友在微博爆料,凤姐在接受日本AV成人片秘密培训之后,终于敲定日本某电影公司投资的琴瑟大制作。 据内线消息,该片投资超过1000万日元,片名初步定为《野兽的救赎》,将于2012儿童节期间在日本及一些地区上映。 当然惊喜的是,大陆的朋友可以去香港一睹凤姐的风采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